薛宝钗细叠闻蜜谈 贾宝玉气脑踢袭人 祭拜花神的那一天 姐妹们都早早地来到了园子里 唯独没有见到黛玉 迎春便说道 林姐姐怎么没有来 好个懒丫头 都这个时间了 难道还在睡觉不成 宝钗说 你们等着 我去他房里闹 一定把他拉来 说着静止往萧香馆走去 走到半路 一抬头 正巧见到宝玉进了黛玉的房间 宝钗于是站住 心里想 宝玉和黛玉从小在一起长大 他们兄妹两个人从来不避嫌 开开玩笑 打打闹闹也是常事 况且黛玉又是个多疑的人 爱耍小脾气 要是这个时候自己也跟着进去 一来让宝玉觉得不方便 二来也会遭黛玉嫌弃 还不如回去的好 于是转过身 往回走 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对白玉色的蝴蝶 好像团扇那么大 正在一上一下的翩翩飞舞 十分有趣 宝钗见了 想捉来玩 于是从绣馆里取出扇子 走到草地上来扑蝴蝶 可是那蝴蝶忽上忽下 上下偏飞 眼看着就要飞到河队岸去了 宝钗不甘心 也亲手亲脚地跟过来 一直跟到池塘边上的滴脆亭那里 累得他气喘连连 浑身是汗 这时宝钗也没心情再追蝴蝶了 刚想要回去 却听见亭子里有人说话 滴脆亭建在水面上 四面是木头雕花的窗户 都护着窗户纸 所以里面的人没有发现宝钗 宝钗就站在那边悄悄听着 原来宝玉房里的丫头小红 和贾家的公子贾云 没来也去 被坠儿知道了 这坠儿正抓着这个把柄 要敲小红的竹杠呢 正闹着 小红忽然警觉地说 哎呀 咱们只顾自己在这里说话 都没有注意 有没有人在外面听了去呢 不如我们把这些窗子都推开 就算别人看见了 也只当我们在这里聊天玩呢 要是有人走到跟前来 我们也看得见 赶紧不说就是了 宝钗站在亭子外面听见这话 吃了一惊 心里想 难怪从古到今 那些做坏事的人都那么有心机呢 这钥匙开了窗 看见我在这里 他们不是很窘迫吗 况且 这说话的声音 很像是宝玉房里的丫头小红 这姑娘 平日里就刁钻古怪的 现在被我抓住了把柄 弄不好 一不做二不休 要是惹出事情来 连我也没去 可是 就现在赶紧地找地方躲也来不及了 必须想一个 惊蝉脱鞘的办法才好 宝钗正想着 只听咯吱一声 窗子已经打开了 宝钗故意把脚步踩得很重 笑着叫道 林妹妹 我看你藏到哪里去 一边说 还一边故意往前面跑 那亭子里的小红和坠儿 刚一推窗子 就听见宝钗叫着跑过去 都吓了一跳 可宝钗反而向他们两人笑道 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里去了 坠儿说 我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林姑娘呢 宝钗说 我刚才还在河那边 看见她在这里跟着玩水呢 我正想来悄悄吓唬她一下 还没走到跟前 倒被她发现了 往东边一绕就不见了 不会是 藏在你们亭子里面了吧 一边说 一边故意走进去 四处找了一找 又转身走了 边走边说 一定又钻到假山洞里去了 要是遇到蛇 咬她一口才好呢 四奇也觉得好笑起来 想到 这件事情 就算是这样玩过去了吧 不知道他们两个 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那小红听了宝钗的话 信以为真 等到宝钗走远了 拉着坠儿的手说道 这可不得了 这可不得了了 林姑娘刚才蹲在这里 一定听到我们说话了 坠儿听了 坠儿听了也半天说不出话了 小红又说道 这可不得了 这可怎么办呢 坠儿说 管她呢 听见就听见了吧 自己干自己的事去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红又说 要是宝姑娘听到了 也就算了 可是 那林姑娘最喜欢讽刺别人 心里又敏感 被她听了去 要是告发了我们 可怎么办 两个人正在着急 忽然看见香菱 四奇等别的丫头 往亭子这边来了 只好暂且放下这事 茫茫地迎上去 和他们说笑起来 只可怜黛玉 白白地被他们误会了一场 一天 宝玉正在大观园里闲逛 夏天的午后 阴晴不定 眼看着天上有一片乌云 渐渐移过来 一阵凉风吹过 就洒洒地下起雨来 宝玉来不及躲 衣服都淋湿了 浑身冰凉 这才叫了声 不好 一口气 跑回怡红院去了 第二天是端午节 甲府中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 这天也放了假 正在宝玉和习仁他们玩闹呢 想不到忽然下起雨来 这些女孩子一时兴起 就把院子里的排水沟堵住 关上大门 让水激起来 又拿出一些小鸭子 小鸳鸯之类的玩偶 放在水面上 又是杆 又是捉 玩得可高兴了 习仁等大丫头 也都站在走廊上 看着他们笑 宝玉 急急忙忙跑回来 见门关着 只好用力敲 可是里边的人 玩得起劲 谁都没听见 宝玉只好在外面 不停地 重重拍着门 还高声大叫 里边的人 这才听见了 习仁想 这时候来的肯定不是宝玉 她还不知道 在哪儿玩得高兴呢 于是笑着对外面说 这时候谁会来敲门 没人给你开 宝玉只好在门外大声说 是我 摄月说 这好像是宝姑娘的声音呢 秦文忙打断她 胡说 宝姑娘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习仁说 等我过去 隔着门缝瞧瞧 门开门的就开了 让那人淋着雨回去 也不好呀 说着 就顺着走廊 走到大门前 往外一看 只见宝玉在那里 淋得像只落汤鸡一样 西人见了 又是着急 又是好笑 连忙打开了门 笑着 弯着腰 拍着手 说道 哪里知道 是宝玉回来了 你怎么冒着大雨 跑回来了 宝玉因为没人来开门 正一肚子气的 满心想着 等会儿谁来开门 一定要踢他几脚才解气 一见开了门 也没看清是谁 以为不过是那些 不懂事的小丫头 于是跨进门 就一脚踢在那 开门人的肋骨上 西人 哎呦叫了一声 宝玉还是不看一眼 骂道 你们这些不识相的东西 平时待你们太好 越发得意了 一点都不怕 反而还拿我说起笑话来了 正说着 一低头 看见西人 蹲在那里哭 才知道 自己踢错了人 赶忙陪笑说 哎呀 原来是你来开门了 快让我看看 踢到什么地方了 这西人也从来没被谁 这样席落过 现在被宝玉踢了一脚 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了这些难听的话 羞愧难当 身上又疼 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仔细想一想 知道宝玉也不是故意的 只好忍气吞声 说 我没什么 没踢到哪里 还不赶紧进屋 换身干衣服去 宝玉边走边笑着说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生气打人 没想到 偏偏就让你撞上了 西人一边忍着痛 帮宝玉换衣服 一边勉强笑着说 我是这些丫头里的大姐姐 不论大事小事 好事坏事 要算起来自然也应该 从我开始的 只是求你 不要今天踢了我 明天顺手了 又打起别人来就好了 宝玉说 我刚才并不是故意要踢的 西人又说 谁说你是故意的呢 平时开门关门 都是底下小丫头们的事情 他们也是顽皮惯了的 别人看到早就生气了 他们也没个害怕的 要是今天换做他们 踢一脚吓吓他们也好 只是我自己刚才也淘气了 不叫他们来开门的 两人正说着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刚才在院子里玩耍的女孩子们 也都回去了 西人只觉得 肋骨那里疼得 心里都难受起来 晚饭也吃不下去 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 脱了衣服 只见肋骨那里有一块 顽口大小的淤青 自己先吓了一跳 又不敢声张 只好忍着睡一下 可是在梦里还是觉得疼 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宝玉虽然是不小心踢错了 但见到西人这样 病奄奄的样子 心里也很不好受 半夜里又听见西人叫唤 也知道是自己踢中了 赶紧下床来 悄悄地点了灯 过来看西人 刚走到他床前 只见西人咳嗽了两声 吐出一口痰来 又哀悄叫了一声 睁开眼 见到宝玉站在面前 反倒吓了一跳 说 你来干什么 宝玉说 你梦里在叫哀悄 一定是我踢得中了 赶紧让我看看吧 西人说 我有些头疑 嗓子里有护血腥外 宝玉听了 赶紧拿灯往地下一照 只见西人刚才吐出来的 分明是鲜红的血 宝玉一时慌了神 呆呆地说 这可不得了了 西人看到自己吐出的心血 心里也凉了 平时常听别人说 少年时候就吐血 以后一定不能尝命的 想着这些话 觉得自己今后再不能出人头地 立刻挥了心 不觉滴下眼泪来 宝玉见西人哭了 自己心里也酸酸的 站起来就要叫人去拿水送药 西人赶紧拉着他的手 勉强笑笑说 算了吧 大半夜的 还要惊动那么多人 搞得大家都知道了 对你对我都不好 还是明天打发个小丝 去请大夫来看看才是正经 宝玉听了 觉得有理 也只好作罢 又倒了些茶来给西人喝 西人也不说什么 就让宝玉这样服侍着 第二天天刚亮 宝玉连梳洗都顾不上 穿好衣服就出去找王大夫 亲自和他说了西人的病况 王大夫开了药 告诉宝玉要怎样吃怎样用 宝玉一一记下 回到大观园里 暗药方给西人抓药治病 西人调了了些日子 渐渐的好转 他也不记仇 之后依然尽心尽力的 照顾着宝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